好,那我们抽象化的最后一个范例 是所谓的背包问题 英文叫Napsack 好吧,背包问题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啊,您正要去登山 那你打算在背包里面装一些有用的东西 那但是呢,你已经装很多了 所以背包最多只能再装5公斤 那你还考虑一些什么呢? 比如说指南针啊,柴刀啊,火柴啊,塑胶布啊这一类的 那每一个东西呢,都有它的重量 比如说指南针重500克 假设啦,那柴刀重1500克 这个样子 那么呢,每个东西都有它的价值 就是你在心里评估过了 要是把这个东西戴上山 大概可以给你6分的效益 5分的效益,4分的效益 依此类推 那你可以看到这地方甚至还有拉拉熊啊 拉拉熊的布偶可以干嘛呢? 首先它也是有重量的,对吧? 它也是价值 拉拉熊戴上山有什么价值? 可以抚慰你的心灵啊 紧急时候可以当柴烧啊 这样子 所以通常没有什么用 大概还是有一分的价值 这样 好吧 这里的问题是这样子 每个东西你只能带或不带 你不能带一部分 然后指南针带半格上去 就没有用嘛,对吧? 所以你只能带一部分 不行 你只能带或不带 请问在这个前提下 该带些什么东西来最大化总价值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么大家看着这一个问题 你理论上应该马上就开始思考 你要带什么了,对吧? 指南针看起来很不错啊 这个柴刀好像也还行吧 拉拉熊废物啊 你心里应该正在想这些事情 No 身为一个专业的程式设计师 或是软体工程师 或是有软体 或者有运算思维的人 这个时候要想事情的方法 要想得更深一层啦 这个问题在你面前出现OK 但我不是只想要解这个问题 我想要解这类问题 或是这种问题 我希望我三号可以发展出一套解法 它呢,是七个东西我会解 七十个东西我会解 七百个东西我也会解 我希望可以知道 这个问题如果被扩充 被放大 被延伸了以后 我是不是还是可以解 你要是做到这种事情的话 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显然又比别人强了 对吧 好,所以重点是 不要解一个问题 要解一类问题 不要找一个解 要找一套解法 大概是这样 好,那怎么做 那这其实是下一个单元 下个单元讲演算法嘛 那我们现在在干嘛 我们在练习抽象化 所以问问我们自己吧 这里的东西 就资讯量来说 什么资讯 是我抽象化这个问题的时候 要绿掉的 这里有四列的资料 哪一列的资料 是不需要的 与问题本质无关的细节呢 好,答案很明显 就是东西这一列 对吧 这一列的资讯 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的事实上 只有东西 价值 五公斤 这几个数字而已 那编号都还比东西 名称重要 因为编号在你要写 这个模型的时候 会派上用场嘛 好,所以真正抽象的 模型里面你根本不care 它们是什么东西 你只care它们被量化出来的 重量和价值 好,所以呢 这是抽象化的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 模型长这个样子 我呢 帮每一个东西 决定一个决策变数 叫做xi xi呢 可能是0或1 如果是1的话 就表示我要带这个东西 如果是0就表示我不要带 OK 所以如果我有这个决策变数的话 那我基本上 这里有一个目标式 这个目标式是什么 我今天知道我带了x1 我x1等于1的话 表示这个指南针我要带 我就要负担500公克 x2如果是1的话 这个柴刀就要带 我就要负担1500公克 依此类推 所以呢 我根据我每个东西要带 不带 不带 要带 这样子 我就知道我总共要带多少公斤的东西 我总共扛上去的重量 不能超过5公斤 那在这个限制底下 我要去最大化什么 带指南针可以加6分 带柴刀可以加5分 带拉拉熊可以加1分 以此类推 那我希望可以加尽量多分 但是我有这个限制 我带的东西不能超过总重量 就这么一回事啦 好 那最后还有一条 这个东西就只是在写说 每一个东西都是0或是1 你不能带个什么0.3 0.5之类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前面那一个背包问题 那个题目的抽象化模型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拉拉熊 指南针 这些东西的名称 事实上是不需要的 那么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做抽象化 因为我们刚刚提啦 我不希望我的解法 或是我的模型 在东西是7个的时候 OK 我希望它是70个 700个 7000个的时候 也都可以被用 所以呢 或许我们会这么做 我们会更进一步的抽象化说 每一个东西 东西i 都有它的重量和价值 我把它们称为 wi跟vi weight跟value 然后呢 物品的总数 假设是n个 背包最多可以再多重 在b公斤这么多 那我的模型就变成这样子咯 我每一个x1 x2到xn 就是要带不带 所以就是零或1嘛 那根据我要带哪一些东西 我就知道我扛的总重量是多少 不能超过b 合情合理 然后呢 根据我每一个要带不带 要带不带 要带不带 我最大化我的总共的价值 合情合理 所以这是一个更抽象的模型 它里面连数字都没有 对吧 但总之你知道 它就是在描述 刚刚的背包问题 所以今天你面对的是7个东西挑几个 它面对的东西是17个东西挑几个 重量价值各不一样 但它们都是同一类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能对抽象化的模型设计解法 那不管你是7个东西 还是70个东西要挑 都可以解咯 那你后来又进一步想 老师啊 我又不登山 我care什么背包问题 不是这样讲的 大家以后去上班 说不定你在上班是一个工厂 或者是一个旅馆 总之你有各式各样的订单 会进来 比如说贵公司 假设是开工厂的好了 那你评估了一下一个月 假设你工厂每天开8个小时 那你一个月呢 有22个上班日 你就有22乘以8 对吧 176个小时 176个小时呢 可能就是你的B 就是总工时 最多的总工时 你面前呢 现在有20张订单 每张订单 各需要你10个小时 8个小时 4个小时 6个小时 7个小时 不等 每一张订单呢 有它的要耗的时间 以及要是你完成这张订单的生产的话 可以得到的总价值 哎哟 那是不是跟刚刚的背包问题是很像的呢 你有一大堆订单 要接单 就要花相对应的小时数 总小时数是有限的 要是接了单 可以得到营收 你想要在产能有限的前提下 最大化总营收 哎呀 这不就是刚刚的背包问题吗 一模一样的模型吗 再来一个 今天你面前呢 可能你有总共有若干的预算 你可以拿去投资若干的新创团队 这些团队都跟你说了 来给我500万 来给我800万 来给我300万 每一个呢 你就去思考了一下 要是你投下去的话 你预期可以得到多少的报酬 在一年后两年后 这样子 所以这个问题就一样 我尽可能最大化我的总报酬 但是呢 我总共的金额 是有限的 所以我现在能花的钱 就会很有限 那么呢 在这有限的金额的分配底下 如何决定我要投资哪一些团队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同样的东西 事实上你可以考虑出一大堆啊 我有有限的预算 今天晚餐要吃什么 对吧 我旅馆还剩下50间房间 然后有许多旅行社打电话来 我到底要分给谁 依此类推 所以呢 虽然看起来 好像是你不care的登山问题 但其实背后 他被抽象化完了以后 财务投资的也算了 旅馆接旅行社订单的也算了 工厂接下游订单的也算了 你一个马杀机按摩店 要这个客户来预约什么的也算了 各式各样的问题 其实背后抽象化完了都是一样的 那要是你会解这个问题的话 你从解这个问题中 有得到一些知识经验技巧之类的 那你就可以解一大堆问题了 前提是你看得出来 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同一个问题 前提是你拿着这个抽象化过的模型 可以让你设计出更好的解法 若是能够做到这种事情 那就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好 那这个课程基本上 在这阶段到这个 差不多该结束了 那最后就补一句话 任何的题目 我们都必须要把它表示成 电脑能理解的样子 对吧 我如果一开始的时候 跟你说 你看你要去登山 有用的东西 拉拉熊 什么之类的 这么乱七八糟的一堆资讯 要让电脑来描述这整个段落 显然不太方便 对吧 但如果我只要电脑去描述 这一个抽象化的模型 基本上都是数字 只是看你的数字怎么排列的 那个就容易多了 又好比说呢 今天这里 一张台大地图 要他电脑把这个东西储存下来 是非常麻烦的 对吧 像素啊 颜色啊 我存这些东西到底干嘛呢 不需要 但如果我要电脑存的 就是右手边 这样子一个抽象化以后的图 只有点 线 点跟线之间的关系 线上的距离长等等 都是数字 都是量化的东西 那电脑要存 当然就容易多了 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天 这一个单元的课里可以看到 抽象化是为了做一般化 滤掉不需要的资讯 就是所谓的抽象化 抽象化出来一个模型 它可以让电脑看得懂 而且它可以有助于我们去发展解法的话 但这个抽象化本身就达到它的目的 大概是这样子咯 好抽象化的部分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